锦衣画外音34,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01,对她的喜欢已经这么明显了吗? G26集小兰带烧鸡行贿路易 当小兰说出小心别让原姑娘被人抢走的时候,路易愣了一下,她对小不快的心思已经这么明显了吗? 不过锦衣卫的面子还是得要,路易强装镇定地问道 听路易这么一问,小兰笑得更开心了,直白地说路易的眼神根本瞒不过她 这话说的路易心里有点闷,如果自己的眼神如此明显,为什么小不快看不出来呢? 难道感情的事和查案一样,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亲吗? 路易并不想这样,看来是时候表达得更直接一些,也许多调教调教小不快就懂了 02,直男的是爱,翻车的调教 二十六级惊吓给路易讨论案情后路易让惊吓开门 和小不快谈论完案情之后,路易起身去看卷宗,刚走到门口 她突然想起昨晚决定多调教调教小不快,于是猛地停下了脚步 提颠提颠跟在后面的小不快,一不留神撞在了她的身上 路易心里偷笑了一下,对,就是这样 这种不经意的肢体接触,会让两人的关系越发亲密的 开门,她冷着脸说,身后的小不快迟疑了一下 立刻笑着叫门拉开,路易得意至极,看来调教非常有效果 小不快一定会折服于她的魅力 然而,在路易得意洋洋转身离去的时候,惊吓一边撅嘴一边关上了门 心里很是嫌弃,大人不过是将月银从四两长到了八两 长点前连开门都不会了,仅因为果然都是些空门又腹黑的东西 哦,不能这样骂大人,大人是人,大人不是东西 03,旁观者真的什么事都门清 婚后迷你小剧场 婚后不久,路易发现府上的丫鬟和家丁们对她的态度越来越随性 不像以前见到她客客气气甚至有些害怕 难道自己在赵玉待了三年大家都变了 又或者,是因为结了婚自己越来越想胡了 不过路易倒是不太在乎这些,随大家高兴 可这势头却越发展越不对劲 路易居然好几次都听到佣人们议论自己 因为总有惊吓在身边唧唧喳喳 即使路易听力很好也没听清具体说了什么 但是这风气,确实需要面一面 她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惊吓 一是因为六扇门偷听的技术了得,这点她深有体会但不会直接这样给惊吓说 二是在调和人际观际上,惊吓却是强过她 惊吓爽快地同意了,第二天就去蹲墙角和拉关系 到了晚上,路易问惊吓处理得如何 惊吓却害羞地吱吱吱不肯说 路易使出了浑身解数将人隔魅力终于撬开了惊吓的口 惊吓闭开路易的眼睛说道 他们也没说你什么坏话,就说你变了 什么婚前冷血无情,婚后恋期狂魔 说你一回府就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悠 路易有些无言以对,自己真的是这样吗 好像,真的是 那他们还说了什么 路易继续追问 惊吓捂住了脸,憋了半天才用很细小的声音回答 他们还说果然要让孩子从小习武 大人成了亲,才知道从小习武的锦衣卫身体素质确实不错 路易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这,这,看来以后要化区域小锦 睡觉时间不许丫鬟嘉宾靠近主卧 零四,我媳妇当然应该双标 二十六集谢肖抱怨惊下双标 谢肖抱怨的时候 路易虽然很厌烦,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那句哽了好几天的大人终归是大人 在这一刻完全放下了 小捕快就是嘴硬罢了 不比较还真不觉得 一比较发现,小捕快果然事事都是像着自己的 而且,天心的连谢肖都发现了 亲手倒茶水,亲手拨橘子,亲手递卷宗 一个月八两就能买到的独家亲密 真的太超值了 路易显些没当着谢肖的面笑出来 管他谢肖想什么,气死他 自己认定的姑娘当然只能对自己好 那温柔含笑的表情是属于自己的 零五,原来那温柔含笑的表情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 婚后迷你小剧场 惊吓生下儿子后,路易后悔莫及 本来一个男男就抢了惊吓太多的注意力 现在又多一个矛头小子 男男是女孩子,年糊点就年糊点吧 而且现在大了些 每天更多的时间都在自己看书习武 可这个矛头小子,一天到晚还在熬带步 惹得惊吓母爱荡漾 眉里眼里都是像 太难了,又在吃孩子的醋 这一回惊吓愿意哄 路易都不好意思再说了 不好意思才怪 路易旁敲侧击地对惊吓念叨 夫人啊,这男孩子应该多让他独立 不能整天黏在妈妈身边 你让妖怪随便带带就行了 男孩子疲势,恶不死就成 大人,独立,他才刚满月 就是要从小抓紧嘛 你三十好几了还每天黏呼着我 也没见你独立 你让刚满月的孩子独立 那怎么能一样 你是我夫人 还是别人献过 大人,你该不会又再吃宝宝的醋吧 我,我没有 绝对没有 路易一边说着一边把那团肉球往外面滴流 被惊吓一把拦下 夫人,你不会又要让我分房睡一年吧 我不要 堂堂锦衣卫这一回是彻底不要脸了 他一定要据理力争 绝对不能让往日的悲剧重演 不行,他太小了 一家三口都睡在床上 会压到他的 没关系 路易乐呵了 夫人如果在乎的指示这个那就好办了 路易急忙招呼 陈福将特别定制的婴儿床搬进了屋 和主卧床卡栽了一起 一番操作一气呵成 看得惊吓目瞪口呆 路易不以为然地解释道 这种款式不同市面上传统的婴儿床 是我亲自设计的 有宽张又方便你为难 我睡在房里 夜里换尿不得事情也可以帮忙 陈福翻了个白眼 一时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溜走 等待会大人反应过来 自己什么都听到了 也不知道这个月的俸禄还保不保得住 这床你准备了多久 今下摸着打磨平滑的木梁 问路易 也没多久 你连产间几个月吧 做好后方的一会儿 散了散要气的味 路易很骄傲 他没告诉今下 其实这床只是他的第二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 是请个奶妈直接把臭儿子抱走 看着今下很满意的样子 路易趁热撒着娇 所以 夫人 这一会儿你就别让我去刺我了 没你我睡不着 陈福在一旁快疯了 看来不仅是俸禄的问题 耳朵还保不保得住都难说 之前听府里的家丁谈论 大人变了个人 自己还让他们不要多嘴 现在才明白 群众的眼睛果真是雪亮的 惊吓终于没有拒绝 路易开心的就快蹦了起来 一转身才发现自己的专用工具人还在身后 立马换了脸色 你可以回去了 天哪 刚刚自己的模样岂不是都被看到了 完了完了 以后破案的时候还怎么下任务 路易在内心哀嚎 陈福强装镇定地告辞 一出门就笑出了声 他想 这下只会使夫妇都可以放心了 大人确实是变了 而且变得更快乐了 所以 没眼看就没眼看吧 只要他是幸福的 什么都好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